你现在的经济处境获取一点关系 所以惠子我先问 前阵子中国大陆他们确实是有资金荒 看那个短天期的存款 三个月利率比那个半年一年还要来的高 所以他这个现在推动一些的政策 尤其在金融部分是不是解资金荒 对因为事实上来说会有资金荒 当然了这资金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部分 它的傍款比较紧张 因为通常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人的需求都是从银行的部分来的 那银行的部分如果他自己的资产的部分的话 他的资金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运用 或他有其他的压力来 他当然放款就会比较谨慎 因为我自己有担心的地方 我怎么会放款出去 那现在这个动作如果下去的话 如果能够把银行的资产的品质能够调好 或者让银行的一些资产有出口可以去的话 那事实上银行的压力就会放下来 放下来的话就有可能会进一步的 让他放款的时候比较积极 那这样就可能会变相去放到市场上面的 让市场的资金荒能够比较疏解 所以这个后面的效果是有可能存在 当然第一时间他还不会马上就见效 但如果他持续下去的话 这对后面来说是有可能会有正面的效应在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让他资金逐渐的越来越宽松 入股的创新高应该就会延续了 对 因为还有好几条利多 因为在这两天的话真的消息非常多 因为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六月的时候 他要在北京举行双边的金融对话 那当然大家也会联想 是不是两国会有进一步的新的一些利多刺激 一些出来等等 金融合作 对 所以这一步的话大家就会想到说 因为现在也已经到了四月份了 那新的利多一个一个出来 还包括南侧跟北侧的合并 那这个合并的话也是无条件的审核通过 那通过以后你会发现 今天这也是大陆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板块 因为今天不管是南侧或北侧的股价 今天都是全部都是大涨的 那另外一个利多就是存款保险条例 那存款保险条例就5月1号要实施 那这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我们台湾的人一般都很了解 这就是所谓的存款的一个保障 存保吗 对 类似存保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台湾本来就有存保 对 但大陆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条例的话 是刚刚确定5月1号要正式实施 存款保险跟大家做的简单说明了 其实广告在金管会议常常在推 也许我存了500万600万等等 但是银行不可以把5600万全部放款放出去 它有一定的金额比例是进行提拨到央行那 那就是存款保险 至少当你可能这家银行倒了 或这家银行要需要人家接管 可能会有200万或300万一定拿得回来的 这叫做存款保险这样 对 那大家可能想说呢 那这样子银行要去做 某一些存款保险的动作 那为什么可以算是一个利多呢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当大部分人的存款 他能够获得比较多保障的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存款后面的开放的动作 才能够做下去 也就是说从很多国家来说 他都是先做存保的政策 做完存保之后 他就可以做利率开放的政策 因为有了存保银行就比较安全 民族也安全 大家可以安全 对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让利率开放 存款的利率开放 那存款利率开放的话 长期就可以达到整个市场更开放的效果 金融市场的开放 对 金融市场更开放 那个时候就可以各家 我有不同的一个利率 利率可能有高有低有一些差别 因为市场已经有了基本的保障 不会维绕到大部分的权益 所以他做这个的话 就是为后面的下一步路再做基础 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存款的保险制度先做了之后 再来就是存款利率就可能进一步开放 那存款利率开放之后 再来就是利率自由化就可能会进一步再开放 所以这其实的话 他就是每一步里面 他都在做一步一步的阶段性的安排 那这其实又跟金融股也有关系 而且跟整个大陆上面的整个金融秩序有关 所以大家认为这些来讲的话 其实后面似乎都一个一个会有相关的利多出来 我们今天特别帮您算了中国大陆 这么路股一大涨 您知道它的总市值吗 上镇跟深圳的总市值 加总起来超过了50兆人民币 我们来个对比 台湾应该说台股 台股现在的总市值是30兆新台币 大约等同于6兆人民币 所以他们的50兆等于是我们台北股市市值的7.3倍 这样了解吗 这台路股是我们7个多的台北股市 所以刚刚专家还在聊 庆龙说还会再放大 我问庆龙 你认为还会再放大 那已经是我们7倍多了 还会再放多大 已经创新高了 大陆人口是我们台湾的14倍 所以还有7倍可以成长 所以它至少7倍 我觉得就那个比例来讲 其实还蛮合理的 其实还是有上去的空间 毕竟其实中国现在目前的经济 其实还在继续的成长 而且它还没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它当然 它股市也会慢慢的反映出 它基本面 甚至股市的一个市值的表现上 现在已经是50兆人民币 在成长个7倍 所以大陆股市会首先要个答案 陆股还会再往上冲吗 可是我感觉到这一波的陆股冲的时候 台股好像带不太起来 对 因为这一次来讲的话 其实陆股在上去的时候 它的走势来说 也是属于比较是属于稳健型的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K线的走势 所以我们看它K线的走势的话 大家就可以发现 就是说它上去的时候 它是走了一段之后有整理 整理之后再往上面 再上去之后你看到 它也是创新高之后又一根黑K 然后再往上又一根十字线 然后再往上 所以它的走法来讲 其实有一些在最近来讲 有点行进间换手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说 我认为相对是比较健康的 也就是说陆股它已经过了在最早期的时候 底部上来的时候 那一种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那一种梦的阶段 它要慢慢的开始 就是说跟随着它政策的一些脚步 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也就是说如果您看到那个棒子 是长红长红长红 那就是太过激情 可是长红当中 红当中有夹几根黑 有换手 没信心你就出去 有信心的再进来 所以换手过后的长势是比较健康 反而会比较持久 对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大陆的很多政策来说的话 因为它一直在做内部的一些 整顿的工作 也就是说呢 它在内部做它的金融的整顿也好 或者是其他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 市场上的一些整顿也好 它在做这些的时候呢 其实它有一部分把市场的资金 引导到所谓股市这边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国家里面的话 经济总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橱窗 那你几个地方在休息的时候 它必须要让某一个地方 维持一个活力 所以这是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入股好像 好像看起来好像基本面 跟股市有点脱钩 那其实的话也不完全能这样讲 因为本来来讲的话 如果一个国家 你这么多地方全部都下去的话 那它势必就没有办法达到 它所谓的调整的目的 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 似乎官方主导的政策 它是希望股市的部分 能够慢慢上 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 那大陆政策的话 我认为官方希望的 一定是这条路能够走得长 而且久 所以你在操作相关股票 或者操作ETF的时候 你只要注意到 它如果是连续喷出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追 那拉回来量说过 你操作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这样操作 就是它拉上去的话 连续喷出的时候 你就记得官方也不会希望 它连续喷出失控 你就不要去追 但它拉回来量说沉淀之后 你就可以留意它的买点 太好了 因为大陆今天的大涨 我们先帮大家追过了 ETF感谢惠慈刚刚的提醒 如果急涨连续好几天 请勿追 因为它会涨涨停停休息一下 所以拉回来之后 再做一下考虑 然后因为它还会有再上的这样的机会 可是为什么 我刚才没给我答案 那台股怎么没感受到 对 因为这一次来讲的话 其实台股的部分跟陆股 不完全是一个很联动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们讲基础建设跟金融 对 那我们台湾其实重点的股票 并不是在这个部分 那台湾部分其实很大的比重 还是在电子里面 电子里面尤其在半导体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 一些外资跟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看法 好 讲到半导体 因为日本股市会不会也涨这些的科技类 因为今天日股也大涨 我先急着先问台北股市 陆股涨 台股呢 因为涨的成分不一样 所以贷不太动 可是今天的台币又升得如此之猛 我先把期货讯号报告过 再问一下致城 首先呢 看到台子期 今天的台子期 净多单 它是减少的 更糟糕的是在清明节过后 期货的价差竟然翻转成了逆价差 所以会不会盘在清明节过后 陷入震荡整理 会不会偏弱 可是今天是上的哦 补了空方缺口哦 选择权 选择权呢 今天呢 看跌的卖权是增加比较多的 所以外资我才大胆假设嘛 买两天又如何呢 买盘没有办法再加以扩大 请看借券 现在的借券哦 幸好 今天借券的金额呢 没有很多 是32.6亿元 八道光股行库看仔细了 今天的动作是在卖的 哎 好奇怪哦 致城啊 外资买不多 八道光股行库又在卖 那请问大盘今天的中红涨 然后 不过量是输的啦 那买盘何来呢 我想买盘哦 应该有很多还是外资在吹出来的 因为基本上 我们刚一开始探讨过了 外资有很多的比重 是来自于国际上那种热钱的效应 对 欧洲 日本 美国来的钱 那第二个是 他在今天来讲的话 既然补了那个空房缺口 对对对 那个缺口其实补 我坦白讲 早上看外资的企图行 他有想要去充施过关 但是很不幸的 那个量带不起来 对 今天量缩了 对 那在缺口理论里面很重要的 如果你补了缺口量却出不来 那告诉大家 那个缺口补完以后 他还会再回撤 回撤就说还会再往下 对 没错 他不会一次性的过关 所以这告诉各位就是说 假如量迟迟出不来 他突然补了缺口 他还要休息 我懂了啦 智晟这句话就是 早上财长张善和说的话 搞不好看一下 我也麻烦智晟做解读 因为他讲的跟财长说的好像 他股市来到这难免 靠近万点有点静观情趣 然后刚刚智晟说什么 因为没有量嘛 所以补了空方缺口之后 还会再回撤 不就涨涨跌跌 是正常的 平常心来看待 不对啊 所以涨涨跌跌 那就上不去了 不是这样吗 我坦白说 其实也很希望上去啊 因为目前正好在公布 整个三月份的营收 我们看到回来以后 很多营收成长 哈金都在反应了 但是还有营收没成长的啊 还是有一些 必须要反应完毕 所以最快可能要拖到4月10号 全部公布完毕以后 它才有办法去做强力的供充次 海股再发动 得等到4月10号之后 对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它内涵 其实今天主要是在于 整个大盘 它相关的那个 很重要的电子类股 它没有涨 电子类股 大家看得到哦 就是说电子类股 它的空方缺口 还是在啊 没有补掉 哎呀 糟糕 你看电子指数 大盘是把那个空方缺口补掉了嘛 结果呢 电子指数 我们画给大家看 就是在这了 对 电子竟然只有在这 所以今天是电子类股拖累大盘 对 拖累大盘 那你如果看其他类股 你看油电 有蓝指 塑胶指数 塑化 运输的指数 全部都是走突破格局 那这告诉各位 就是说目前市场的资金 它在做调整 都在传产啊 对 所以传产几乎都补掉缺口 而且是塑化 还突破 航空这些 对 航空还突破 所以短线上 假如说大盘 没有办法一次性冲关的话 代表资金 还是会在 传产这上面先发挥 可是传产带得起来 行情往上冲吗 如果电子不动的话 好比说电子 当然因为电子看营收 那我觉得电子 可能是在等 五一长假之前的 那个利多拉货潮 那因为现在很明显的 传产有很多的公司 营收都上来 我们刚看得到 其实台湾的GDP 表现不错 还有包含很多 以前观光的效应等等 我必须要讲 虽然金融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股 金融这一次 它没有冲刺 跟电子一样 但是很明显的 金融是扮演撑盘要脚 可是金融过了 那个空方缺口 对 就是已经过了 那所以金融的部分 就是上个礼拜 为什么大盘 可以维持住撑盘的重点 那所以代表整个市场 吻合张胜和部长讲的 涨涨跌跌 实属正常 因为在多头的市场里面 它本来就是涨涨跌跌 在轮动 那投资朋友都紧记一个重点 你以后如果说 假设大家看万点 要看供上去的话 紧记一个原则 它一定会出量 你反而在没有量的时候 要去留意该怎么布局 进广告 量要多少 如果志诚说 现在没有量 反而是你应该去找 好股票的关键时刻 又该怎么搜寻呢 说到万点 今天有外资巴克来 就看今年会到万点 不急速说 1万点230点 结果它的理由何在呢 还有你也要看 看什么 看我家没水了 糟糕 今天好多人都在问 我家会不会停水啊 是礼拜几停水啊 因为一个礼拜七天 有两天是没水可用 情况如何呢 奥林德